最近朋友傳給我一個文章 比較有趣 已經可以很多話題去說 其中另一個值得傷確的是 有人會認為數碼相機是1988年才出現 直到1997年大眾才可以賣到 這個講法是2013年有個哲學學者 他寫了一篇關於攝影哲學的文章 當然這篇文章也是被其他教攝影的朋友奉為一個經典的文章作盡 當然如果計算1988年有數碼相機的話 這個不是很大爭議都可以這樣說 事實上以order的講法 1997年已經研究了人類第一部數碼相機 當然我不太同意 那部是有CCD的電子影像 靜態影像相機 1988年出現了什麼呢 富士做了一部數碼相機 但從未投產的 但是爭議點在哪裡呢 其實不是1997年才有數碼相機 其實我們這些在菲林年代走過來的人 其實都很清楚的 其實數碼相機大概在90年91年 order就已經出了 他們用Nikon機身做的數碼單反相機 當然它的價錢是天價的 賣給保管用的 我當你假設這些 你都不當是市面買到的 如果中用蘋果電腦的人會知道 蘋果電腦在1994年出了一部quick take的數碼相機 1995年Castro 即是我們出了自缩手錶 Castro Castro已經出了人類第一部 有LCD機背的數碼相機 即是說 1994、1995年 其實已經是通街 都可以在一些電子器材裡買到數碼相機 當然再追回早一點的 其實在90年 日本一間叫做dai cam的公司 已經出了一部很低解像的黑白數碼相機 給阿達的數碼單反還要做 其實這些資料是哪裡來的 其實在網上你肯做一下 很基本的搜尋 已經找到的了 這些不是什麼 要做什麼學術研究的資料來的 所以數碼相機 其實千萬不要誤會 到97年才有 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 90年代初已經有 所以影響這個世界 改變這個世界 其實不單是數碼相機 整個90年代出現的一個數碼影像科技 包括90年代初 90年代初出現的Protoshop 跟著桌面電腦 desktop、computer的出現 或者流行 加上數碼相機 加上互聯網 跟著到2000年代中期的iPhone出現 現在的智能手機 這些全部都是影響我們 改變我們攝影的面貌 但是anyway 總之是數碼相機的出現 是比1997年更加有 那個影響 就慢慢隨著不同的東西 一起加起來 所以就造成有今天的影響 所以我們做一些攝影研究的話 就看資料 我們應該是比較全面一點 就不能夠根據一個文章 就放寶這樣 就一切以它為準 希望大家做學術研究的 可以開懷一些 看多一些不同的資料 才立你們的定論